大家好,我是在越南的老辈,早上六点半的胡志明 太阳已经很晒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的天后宫 这里是天后宫一年一次的新春庙会 天后宫门口已经被从胡志明各地来的龙师队围的水泄不通 他们有序地进入天后宫进行炒办,我们也进去看看吧 进入天后宫门口就是一个香炉 从香炉慢慢地往里走,给人一种庄严树木的感觉 由于疫情的关系,进入天后宫的香客 有人流和时间的限制,所以里面的人并不多 天后宫也被当地的华人称为妈祖庙 在这里祭拜的是天后圣母 天后宫 大家好,我是老魏 早上七点钟我们就来到了天后宫 胡志明第五郡的天后宫的院子 一个光绪物生年 应该是光绪年间来建的 宫门口宫的浮雕非常精美 堪称是一座艺术宫馆 第五郡的鹿 everything 我都给了个几菜 你还是不放松 我都给了个几菜 我就给了个几菜 我都给了个几菜 olor响 这里面好热,狮子都偷懒 在胡志明的高温天气下,五龙狮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每一次五龙狮结束以后,五龮狮的队员们都是浑身大汗 天后圣母两边分别是金花娘娘和龙母娘娘 右侧的偏殿是关圣帝君 右侧的厢房分别是客厅和艺术厅 右侧的厢房是仓库和工作人员待的地方 每一处细节都雕刻得十分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评论区告诉我 每一次只能进来一个龙狮队进行祭拜 一家结束以后,另一家才能进来 龙狮队进来的样子非常有仪式感 刚刚刚的龙狮狮队进行祭拜 这是老虎,他们都要退着出去 表示对这个天后圣母的尊重 他们都是退着出去的 每一支龙狮队在祭拜完之后都要退着出去 这也是对天后圣母的一种尊敬 这是天后宫门口的两个守门的大神 老虎是胡志明所有的寺庙里面 牌匾最多的一家 老虎也要边拍边退来离开天后宫 从天后宫出来 门口又是排了很多的龙狮队 现在又从远方走来了一支龙狮队 这支龙狮队的人数可真多啊 这是胡志明的每个师队啊 他都会过来来朝拜一下天后宫 因为胡志明大概有大大小小 有70个这种50的队伍 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 请订阅和关注在越南的老卫 我们再见拜拜